李脉 他是大哥 我是摩尔 asko 大哥和摩尔 直升机 摩尔 你总算回来了 你这一上午去哪里了 我都想你了 小丑琪琪不是快过生日了吗 我去给她买生日礼物了 生日礼物 快给我看看你买了什么送她 就是这个 直升机 摩尔 你怎么突然想到要送直升机给小丑琪琪啊 因为小丑琪琪最近迷上了直升机 她每天都在看关于直升机的书和视频呢 哦 直升机有什么可着迷的呀 它不就是飞机的一种吗 道哥 直升机和普通的飞机可是有很大的区别哦 你仔细观察看看 哎 对呀 直升机怎么没有像飞机一样的大翅膀呢 那它怎么飞起来呀 呼呼呼呼 道哥 你观察的还是很仔细的嘛 直升机其实是靠螺旋桨飞行的 你看 在直升机 它那长长的大尾巴的侧边 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像风扇一样的东西呢 哈哈 这个就是直升机的旋翼 也就是螺旋桨 在它的顶部还有一个很大的旋翼 这个旋翼一般由两到五旋脚液组成 它的主要作用是让直升机能够平稳的悬在空中 当直升机的发动机驱动后 这两个旋翼就会同时向相反的方向转动 这样直升机就能飞起来了 嘿嘿 直升机的旋翼和我们玩的竹蜻蜓好像呢 嗯 没错 直升机就是靠竹蜻蜓的启发而设计出来的 直升机的旋翼就好像竹蜻蜓的叶片 所以飞行原理也和竹蜻蜓有些相似 哦 那么而直升机和普通飞机 除了外形和飞行原理不同外 还有什么区别呀 呼呼 当然有区别啦 它们的区别就在于 直升机是垂直飞起来的 不需要滑行 不需要特殊的跑道和专门的飞机场 它可以在小面积的场地垂直起降 而且还可以做低空低速和机头方向不变的机动飞行 正是因为它小巧灵活的特点 让它有了广阔的用途及发展前行 不仅能被作为军用 在民用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 比如它可以用来做观光旅游 火灾救援 海上急救 转途运输 喷洒农药等等等等 随着直升机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人们对直升机应用的逐渐成熟 直升机的发展也越来越专业化 直升机也有了很多的分类 比如有运输直升机 救护直升机 通信直升机 电子站直升机等等的专业直升机 是不是非常厉害呢 直升机可真厉害 可是摩尔 你说了直升机这么多的优点 难道它就没有缺点吗 缺点还是有的 只是优点要大大多余缺点而已 当前直升机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震动和噪音比较高 航程时间比较短 维护检收工作量比较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相信直升机的这些缺点 都会被慢慢改进的 听你说了这么多 刀哥也越来越喜欢直升机了呢 嘿嘿 摩尔 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能也送我一架直升机玩具吗 哼哼哼 没问题 电视之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学会就和我们一起唱吧 肚子大大本力高 身降不定用跑道 跳飞跳军随人意 垂直起落很灵巧 我是大猪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再见 再见